动漫 我要听 大人物艺术制作 主持人勇博 以及 电波里发展促进会 哈利路亚 欢迎来到动漫我要听 一起来听六月的电波点唱机 听众们又点播了哪些好歌呢 达人上菜邀请到漫画家水晶孔 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到处流浪吧 又到了每个月一次的电波点唱机 欢迎大家大家好 我是永辈啊 我要全力使人腐化 不得是全力请大家点播 大家好我是达尼 隐藏着动漫能量的听众啊 你的主人小微 拜托你快来点播 哈喽我是小微 沉睡在各位心中的点播魂啊 苏醒吧 电波里需要你们的力量 晚安我是B胖 嘿嘿这是B胖 第一次在电波点唱机里面登场 那我看第一首歌就让你来介绍吧 哦好 好的 第一位被抽中的幸运听众 叫做小颜我老公除急穿外 谁都不许强 她要点播的歌曲是排球少年第二季的OP2 Fly High 她的点播理由是 等一下B胖 看这听众的昵称跟她的理由 我想还是郊游旁边已经蠢蠢欲动的大内来好了 耶嘿不瞒你们说大内最近刚好补完排球 所以现在整个排球魂啊真的超好看的 而且我最主要的CP啊既然难得的是主角影日 等我排球饭满我之后一定会写一集排球的 好记下来啊别记别记 好的来看理由吧 她说阿某一声推 急言大法好 为什么此圈略冷痛哭 呃真的颇冷要也是言集吧 好他还有说 贵球stuff制作石器卷附录 坐等第三季集穿和小颜的私服 还有集穿先生的眼镜 想知道动画24里开导集穿的大人物是谁 坚信日后还有清晨三年集生的戏份 我相信你啊古关老师 请给我清晨三年集生的大学版谢谢 哇我完全听不懂 逼胖你还差得远呢 这是服偶了 他在备注里还写道 集穿的超长距离传球 学生角度呸楼呸楼 撞到桌子倒地 再爬起来 再被绊倒 再爬起来 说出名言 才能要靠努力让他开花 球感要靠磨练 太帅太帅 我的心脏 我懂 排球少年就是如此让人澎湃 虽然这个刚刚大内好像跟这位小颜我老公 小颜我老公 除集穿外谁都不许抢NCP了 这样说的话我是牛级的 但是相信你应该还是感受得到 大内喜欢排球的热情了吧 这首Fly High乍听之下 会被他比较跳跃的节奏弄得 觉得怪怪的 但是配上动画 听久了 的确是感觉帅翻了 那现在就来听这首排球少年第二季OP2 Fly High 接下来要听的是由昵称 叫大家都是被被选招的孩子们所点播 这个名字好奇怪 像我们的听众的名字越来越奇怪了 这位听众呢 他想点播的歌曲是剧场版动画 数码宝贝大冒险Tri的主题曲 由何田光思所演唱的Butterfly Triversion 他真的是非常热情 写了满满的一篇哦 我们赶快来听听他怎么说的吧 他说小时候播放数码宝贝的时候 一定守着电视 哼着Butterfly迎接雅谷兽的到来 后来得知这首歌的主唱 何田光思因为鼻炎癌接受治疗 而两度暂停演艺活动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歌唱的梦想 反而继续演唱 因此有了不死碟的动画歌手这个称号 之后在2015年剧场版 数码宝贝大冒险Tri中 再次演唱主题曲 继续唱着当初充满回忆的 Butterfly Triversion 嗯接着他说 虽然在歌声中听得出来 何田光思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 放开唱歌了 却还是让我有无限的感动 时间虽然已经过了十多年了 还是唤起了我当年的童心 不过很不幸的 在2016年4月3日 何田光思因为鼻炎癌逝世 享年42岁 但是他奋斗抗来的历史 以及不放弃歌唱的精神 都值得让人佩服与怀念 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 能当之快乐的蝴蝶 乘上闪耀的风 嗯最后他要跟大家分享 他最喜欢的歌曲 Butterfly中的一段歌词翻译 在那无限大的梦想背后 在那一无所有的世界里 虽然连恋目与思念 都好像会被击败一样 即使让人觉得 那无法继续拍动的 那双不可靠的翅膀 也必定能飞起来 嗯只要坚定信念 努力向前 相信任何难关 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其实啊 还有另外两位听众 也点播了 Butterfly这首歌曲哦 就是雪奇兵 跟起司猪排 加酱好吃这两位 由此可见啊 和田光思的这首歌曲 真的是各位的美好回忆哦 即使和田光思不幸过世了 嗯 我相信大家还是会记住 他努力不懈的精神 以及这首经典的好歌 好了 现在我们就赶快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请听数码宝贝大冒险Try 主题曲Butterfly Tri-Virgin 嗯 听完了怎么有一股哀伤涌上心头 嗯 对 我想和田光思的歌声还有精神 都会永远地留在动漫迷的心目当中的 嗯 会的 好 要振作 好 赶快来介绍下一位点播的听众吧 嗯 好 下一位是爱猫咪老师的Taco 他想点播夏目有人杖第四季的ED 由荷野玛丽娜演唱的Takaramono Taco说当初第一次听的时候 有种被歌给治愈的感动 很贪心地想要听完整版的样子 所以拼命找这首歌 但是一直找不到TAT 后来看到动漫店里有 卖夏目有人杖美技的OP跟ED专辑 挣扎了很久才给他买下来的 结果买专辑的初体验 就被猫咪老师给夺走了 哎呦 真害羞呢 嗯 后来就一直听 听到后来都会唱了 才发现自己原来不靠罗马拼音 也能唱日语歌了 觉得不可思议 会唱日语歌是因为这首歌 给我很大的帮助呢 嗯 我懂Taco说的被治愈的感动 这首Takaramono的歌词 是说心爱的人离去 但我们怀抱着笑容 长期要哭的表情 感谢他陪伴的那段时光 再加上玛丽娜轻柔的歌声 听得我都泪光闪闪了 没想到鼻胖那么大气 我是说壮硕 也有一颗细腻的心 还是你有相关的经验呢 晶晶 原来 是 到底怎么样 这个吧 别忘了Taco 在备注栏写下的 我最爱猫咪老师了 太萌了 但又能帅帅的拯救下木 哎呀 被鼻胖的要救人 好会转啊你啊 其实我也觉得猫咪老师超可爱的 圆滚滚的好早捏下去哦 但是当他变回原型 气场就完全不一样了 睡到让我想尖叫啊 好啦好啦 冷静冷静 让我们先念完他的理由 最后Taco有提到 其实听动漫的习惯 已经四五年了 虽然一开始听温和的歌 而栽进动漫歌里 后来口味慢慢变得不同 也会听很摇滚 或是很无厘头的 但我觉得我点的这首歌 一直都是我的理想 从来没有改变过 拜托请让我中 因为我今天才得知 有这个广播 让我成为忠实听众吧 太狡猾了吧 对啊 然后他还说 让我成为在时间一到 都乖乖守在收音机前的粉丝吧 好 基于这个理由呢 我们就选上你了 没错 请你继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哦 请听 下午有人账1D4 宝物 天天发出 没药医 没药医 放弃治疗不就好了吗 下午是大阿木 欢迎继继续回到动漫我要听的节目现场 在电波里一样 瞬间感觉温暖了起来呢 好 接下来呢 听说是一个很暖心的点播 又一首是不是 对 没错 又是一首哦 这是听众Milk Tea的点播 他想要点播的歌曲来自既温暖又充满活力的K.O.N. 轻音部 歌曲是You and I 他说这首歌词当中说的 没有你在 我什么都做不到 因为你太温柔了 忍不住向你撒娇 你给了我很多 却什么也不能给你 把你在身边的事当成理所当然 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对不起 我现在发现了 这并不是理所当然 首先必须向你传达谢谢 嗯 这些歌词真的很值得让我们省思哦 嗯 But 真正温暖的是 Milk Tea的点播理由啊 他说虽然做终是向射弹 还有妹妹小悠表达感谢 但是呢 这位听众Milk Tea说呢 他想用这首歌 感谢平日照顾我们三姐弟的妈妈 我也希望能赶快出社会 好好回报给妈妈 原来是母亲节特别点播 是的 难怪他会特别祈祷 能在母亲节前期播出 诶 等等 这个意思不就是说 Milk Tea跟妈妈一起在听广播的意思吗 诶 不可能哦 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不是也有过 跟叔叔一起听广播的点唱吗 对哦 对 不过有点不好意思啊 我们真的选歌是很随机的 先才播出来 好 希望这一周 你还是跟妈妈一起在听哦 嗯 而且啊 我觉得 像我们这种比较含蓄的人 在表达感谢的时候 如果可以用这种 空中点播的方式来说谢谢 感觉好像就没那么别扭啦 对吧 嗯 至于卡鲁是不是含蓄的人 这个我们就先别管啦 Yeah yeah 请听来这首来自 KON轻音部的 You and I 今天最后一位幸运听众是 总想推歌 但没被抽中的孩子 听起来好悲催哦 真的 但是恭喜你啦 终于出头天啦 被本播 不会把冲了 嗯 这位听众想点播的歌曲 是来自PS2游戏 POPORO KUROISU HAJIMANI NO BOGYA 的歌曲 TORO I MEDAI 她说 这是她小时候看过的动画 重温后觉得歌曲很好听 同时也注意到 Lulutia这位歌手 而且她还提到 看这部动画 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情 觉得自己好像老了 身为电波里 最年轻里名的我呢 因为完全没有听过这部作品 所以就去Google了一下 哎呦 不要责我嘛 才知道这个游戏 是改编自1984年 开始连载的 POPORO KUROISU MONO GADARI 难怪我没听过 因为那时候 我根本还没出声啊 我也还没啊 杨子比到底喝醉了多少人 你没有下一次 对你没有下一次 不要啦 好啦 这位总想推歌 但没抽中的孩子 千万不要被杨子伤害到 另外他也提到 喜欢Lulutia的同好 非常的少求同好出现 不是同好的希望听完这首歌之后 也可以变成同好哦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那个 实况串上面一起耍出 对 本博认为呢 你也不用为了没有同好而召集 世界上一定会有 跟你喜欢同样作品的人 只是时候未到 希望你可以找到 越来越多的同好 跟你一起迷上这部作品哦 另外呢 他还在最后的备注写了 求眷顾我一下 让我被永博的 拨背拨中 被拨背拨中的几率 有点渺茫哦 这么渺茫的几率 都被你拨中了 那我相信你 一定可以找到同好咯 没错没错 在今天的单元最后 我们就赶快来欣赏 这首歌曲 请听来自PS2游戏 Poporo Clovis 始まりのMorgan的歌曲 Poro in Mira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